敬拜堂的家人、朋友们、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线上的美热曙光 愿上帝的话语都能够常常成为你生命中的鼓励 带动还有恩典 让你每一天都能够满满的有力量 去开始每一天新的生活 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的主题是 爱里没有惧怕 爱里没有惧怕 经文取自于约翰一书 四章十六至十九节 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至十九节 我们来看 神对我们的爱 我们已经明白了 而且相信了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就得到成全 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 因为他怎样 我们在这世上也怎样 爱里没有惧怕 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 驱除 因为惧怕含有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没有完全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首先基督徒要学会在生活中来实践 去实习这个基督的爱 主动去学习去爱上帝 还有爱人 除此之外 要学习以宽管的心 来的去接待 还有去接纳别人 特别可能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 所谓一些不可爱的人 可能上帝是要我们多加去留意 关怀 甚至是主动去爱他们的一些人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让我们都能够去流露 基督的爱 让别人能够透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见证 这个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的那种基督的爱的生命 无论是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 在我们的家人亲人当中 在周遭的人 或者甚至是我们教会的肢体 我们敬拜堂的家人 等等 我们都应该要学习去活出那基督的爱 因为那神先爱我们的爱 接下来 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当我们见证了上帝的爱的时候 也住在他爱的里面 便会记起爱上帝 还有爱人的心 去推动我们 去激励我们 去能够去胜过 让我们能够去爱人 去爱神 因为上帝爱我们 他以他的爱来接纳我们 所以我们也可以 必然坦然无惧的 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 不用惧怕刑罚 因此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要做的 除了对上帝存一颗敬畏的心 我们也可以去接纳一些 之前我刚才说的 上帝要我们去爱和接纳的一些人 可能是一群人 因为的确在这段经文里面 所说的爱里是没有惧怕的 当我们在主里面的爱 得以完全 那么我们就知道上帝 就是我们的这个确具 我们的安全感 我们生命的保障 我们活着在这世上的信心 甚至是我们拥有了 这个永恒生命 被得救回来的 这一个的超越 我们凡人所要活出的 这一种的信心 在这一段的疫情 可能在这一段的季节里面 有一些的人 可能在我们当中 或者是你身边一些周遭的人 你都会发现 有时候会活得很慌张 感到很惧怕 但是我们要知道 其实惧怕的心 会使一个人的信心 逐渐的枯萎 逐渐的消灭 逐渐的会被吞失 会被那种惧怕 会被那种恐惧去笼罩 在我们的思想 在我们的心灵 而逐渐 我们在上帝里面的信心 有一天也将会慢慢的消退 鼓励大家的是 基督的爱 已经使我们在他里面 得着完全 上帝给我们的爱 是一种肯定 是一种确据 相信他依然掌权 相信他依然赐给我们平安 相信我们依然是活在 主爱里面的 同时也要趁这个机会 鼓励大家 虽然我们还没有知道 正确的这个实体的聚会的开始 可是也要鼓励 敬拜堂的家人 弟兄姐妹 朋友们 当有一天 我们敬拜堂 真正真正的 开启这个 开始这个实体聚会的时候 鼓励大家 一定要去踊跃的 去奔向神的家 回到来敬拜堂的家里面 叫要跟弟兄姐妹 在一起 要来到再次的敬拜神 要再一次的去听神的话 而且是要现场的 而且是要实体的 不要单单只是往上的 曾经在这段的期间 我也看过一段的视频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有一个的牧师 他说 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被惧怕 不知不觉去笼罩在我们的心 甚至可能是被撒旦 去攻击了我们的思想 我们还懵然不知 因为在这疫情 开始减缓的时候 很多的人已经开始 复工复学 已经可以开始跨州 已经可以开始 做好多的事情 甚至已经开始 有一些的本地旅游 可能我们在外图的时间 工作 去学校的时间 我们可以花 可能八到九个小时 甚至是更久 又或者是我们跨州 可以三到四个小时 我们去一些的地方 但是我们却害怕 要回到来教会 每个星期 花那一个小时半的时间而已 来到去敬拜神 我们觉得很害怕 我们会觉得很惧怕 可是这个就是撒旦的诡计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 要继续地活在上帝的爱里面 因为当惧怕 笼罩着我们的思想 魔鬼就得逞了 他会一直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说他要说的话 因为他现在要做的工作 就是拦阻全球的基督徒 要来到去进行 这个实体的聚会 去敬拜神 这个就是他的目的 而我们做基督徒的目的 就要继续去跨圣 要再活在耶稣的爱里面 要有这个的信心去踏出来 好让我们能够见证爱的丰盛 上帝爱的丰盛在我们的里面 鼓励弟兄姐妹 在今天里面 如果你有什么惧怕的 可能恐惧的 可能软弱的 交托给主吧 相信当你这样祈求的时候 基督的爱 必定能够降在你的身上 好让他的爱能够复辟着你 来鼓励你 使你能够活出 上帝让你活的信心 特别是在 这一段的季节 在这一段的生活日子里面 愿上帝的爱 继续充满着你 继续使你有力量 有勇气 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 愿上帝束缚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